那么进入高临化社会呢 对于老人的服务也要日新月异 高雄市有一个国际性的公益团体呢 最近买了一辆道府服务的老人沐浴车 来捐赠给高雄市政府 由市长城居代表接受 那么这部车呢价值超过150万元 而且是全台公部门的第一部 象征性的接过钥匙 市长城居代表市府从民间社团的手里 接过公部门第一台照顾失能长辈的 道宅沐浴服务车 机家服务照顾失能的这些长辈 大概有4000多位 那在对于长期照顾来讲 对失能的长辈最困难的就是洗澡 这样的服务是非常重要 也是对长辈的照顾尊严贴心 是可以从我们要进水的地方 装这个进水口这样子 所以它从那边进去 从这两个水出来 受赞的新车市价超过150万元 将为长期过病在床的重度失能长辈 满足平时碍于人力设备 无法实现的泡澡梦想 那因为基本上个案它是属于 没有办法移位的 那一般都用擦澡 那我们就会组装好这个床之后 那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进这个冷水跟热水的 这个机器 然后那边它是一个加热器 所以我们的老人它可以洗热水 然后另外会有一个水管 是可以从老人家里面的水再进来 所以也就是它的水 是一个循环的干净的一个水源 失能老人到宅沐浴服务车 由市府接手 再借由社福团体的力量 采取预约制提供服务 重视不同长辈的照顾需求 从协助失能老人到宅沐浴服务来加分 港东西文物院朱宇宏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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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